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 在这个局部发生了非常精彩的一个变化 本棋是2016年的金利手机围甲联赛第19轮的一场对局 黑棋是天津的名将牛宇田七段 白棋呢是上海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棋手 也是一位世界冠军姜薇杰九段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局势 非常的激烈 可以说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黑棋上一手棋在这个中间 把白棋搬过来的这个子 毫不留情面的断掉 留给白棋一个需要去思考的这个空间 就是对于这个子的处理 再有一个就是右边这一块棋 它的死活是不容忽视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两个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 应该说是第一杆嘛 首先我们在这个棋的谚语当中有说这个断向一边长 如果白棋单长一个 黑棋或许会打吃 白棋长 这样黑棋就贴过来 在这一个整个的作战当中 白棋其实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黑棋下面这块棋 连拆边都没有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效率 一旦说围成空的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的效率 因此在这个对杀里面 如果白棋只是顾及到了上边这块棋的死活 而忽略了这个子的这么一个处理的话 这个局势也是不容乐观 而现在这个情况 这两个子如果长 黑棋就粘上 下一步呢 在中间这里飞过来 白棋这块棋还是不活 如果白棋跑 那黑棋就跟着飞 或者黑棋比较务实的下法 就从下边边唯控 然后边攻击你 这三个子怎么看都会觉得 太孤单了 在这个整个都是黑棋的子粒 这个一个范围里面去做活 这是活了也是非常苦的 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这个时候黑棋打吃白棋是不能考虑从这里打的 因为黑棋这个提掉以后 白棋往这长只是破掉了这边的一个木树 黑棋这样一飞 非常好的一个联络的形状 就是一个绝佳的棋形构建了 这么一个宏伟壮观的下边的实地 而且呢 白棋这块鞋还是没有活 那我们先排出白棋单长的这个下法 那如果要考虑这边 比方长出来 也不太现实 因为黑棋下一手棋从这里打吃 然后一冲 白棋这个形状几乎就是崩溃 挡住这打了一段 一贴 退的话这个袜吃又非常的大 甚至黑棋可以先尝一下 那白棋就算把这个跑了 也基本上是这个局局势的实力 也基本上就没办法下 如果直接打 黑棋就长 再粘上呢 黑棋就拐住 这个字无论怎么看 都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好的位置 非常有力的位置 把白棋一分为二 那白棋在这个时候 简单的长这边 或者说直接处理这个字 都不是有很好的结果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实战白棋的构思 白棋 江维杰 在这个时候 凌空一挖 初一看这一招棋 很想给白棋起立鼓掌 因为感觉上就是一部好棋 不过呢 我们下棋也不能完全凭感觉 而是要完全的建立在这个 计算的基础之上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白棋这个挖一个是什么意思吧 他期望 黑棋从里边打 这样呢 白棋一退 先手 这个上下有断 黑棋不管他沾哪边 白棋等于在这呢 他就 有了这么一个 做眼的可能性 有了这个做眼呢 这个眼是 不容忽视的 他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是可以尽快的把这块棋做活 因为我们知道在被对方分开两块棋的时候 能够尽快的把一块棋做活 来减少负担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说 这个棋不能完全凭感觉呢 因为实战呢 白棋这个挖一个 虽然从感觉上也是一步好棋 但是他也有 这个在计算上面的一个失误 黑棋打吃 这是黑棋的反击 这是黑棋的反击 然后呢 白棋再吃 这个黑棋当然要长的 接着 白棋长 看上去 白棋下出了一套这个组合拳 非常的 给黑棋以非常严厉的这么一个压力 接着呢 如果黑棋粘住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 比较复杂了 白棋这样一断 现在要 考虑顾及这边的问题 这样也就是说 这里白棋都有先手 然后 白棋再这么一粘 看上去有点让人眼花缭乱 但实际上呢 如果黑棋粘上的话 可能就要出大事了 这样白棋就直接冲过来 这边的这两个子 它可以 在 事实的时候把它看清 重新处理 关键是能够把这个子打出来 把这个头走出来以后 刚才黑棋的 这么一个宏伟壮观的 这个实力呢 这个势力 一下子就化为物有 轻壳间就化为物有了 所以 当白棋长的时候呢 黑棋它不能粘 也不能粘下面 走下面呢 白棋这一吃 又冲出来了 所以实战 黑棋 贴一个 贴一个其实也是在白棋 最开始的这个 袜之前的一个构思当中 但是呢 白棋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实战 它断上来的时候 白棋满心以为 下一步棋吃过来和冲出来 已经必得其一了 就是说 如果你黑棋粘住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吃到 吃到这个子 也让黑棋整体的形状变薄很多 因为如果你要把这个子救回来的话 白棋这边尝完了以后 这里尝还有线手 那这边的这个 白棋再动手的话 整体的这个作战又不一样了 如果黑棋吃这边 要就这个子 那白棋再打出来 提掉 然后这么一番打 只要白棋能够顺利的进到黑棋的这个主控当中 白棋这个子的价值已经是无关紧要了 关键就是在于 白棋断上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忽视了黑棋的一步 非常冷静的这么一个应对 它既不是把这边这个冲补住 也不是很着急的要就这个子 而是十分冷静的 这么一场 这一场呢是 直接的补到了白棋从这冲出来的这个手段 间接的防止了白棋吃这个子的造成的严厉的后果 因为有了这个子以后 如果你吃 黑棋这样爬过来 那跟刚才被白棋直接尝出来的形状呢 有很大的区别 这样白棋走 黑棋它就跟着走过来 无非就是滚包一圈 白棋也没什么实质的利益 所以其实直战的这个黑棋这么一场 是给了白棋整块棋或者说是击碎了白棋 可以当初挖一个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想法 之所以选择这一盘棋给大家介绍呢 并不是因为这个挖一个是很巧妙 来以此让此时的这个白棋脱困的一步好手 更多的其实是让大家看到 有些时候这样精彩的下法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计算作为前提的话 那么你的棋这个构思再巧妙也无济于事 因为围棋它始终还是建立在计算上面 所以因此为了保证这个双方黑棋白棋的这个下法 在此时的这个局面是正确的 也为了让我的这个理解是清晰的能够传递给大家 我还特意求证了这盘棋的对局者 也就是姜维杰九段 它的这个意思呢 就如我刚才向大家分析的这样 白棋原本以为挖一个能够达到很好的这个效果 但是它就是忽视了黑棋的这个长一个 很好的防止了白棋两边的手段 这一长以后基本上白棋 还是陷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境地 后面呢白棋也很顽强 它再重新把这个子想救出来 可是由于这一块棋始终是没有做火 因此白棋需要去顾虑的这个问题就很多 它还得先把它跑出来 然后还要再考虑怎么把这两个子救火 接着呢 黑棋再这么一班 即使是黑棋不吃白棋 但是白棋想在这里做火 也是几乎是要扒了一层皮一样的困难 黑棋边攻白棋边把这个下面控先围住 而这边呢始终白棋都还没有 把这个真正的两个盐摆出来 后来呢白棋想了想 与其如此 那么我就先把一边走好 它爬跟黑棋粘交换 注意这个时候不能火 这里可以从这搂吃过来 粘上 然后白棋跳一个 也算是如愿以偿的先活了 这么一块棋 但是被黑棋接着的这一飞呢 这六个子也是凶多吉少 后来实战白棋是 可以说是付出了一系列非常惨重的代价 把这几个子救火了 但是从全局整体的这个形式来讲的话 白棋也是处于一直处于一个非常被动一个 不乐观的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这盘棋结果呢最终还是黑棋中盘获胜 但是应该说在这个局部 白棋的这个下法包括黑棋的这个应对吧 还是非常精彩也非常值得我们来欣赏的 所以应该说 从这个局部来讲 让我们看到计算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各位旗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奇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盘棋呢 在这个局部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化 现在这个局面呢 该白棋一下 我们要为白棋来做一个考虑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下边黑棋这个小间 二路小间是瞄着来搜白棋的根 上面呢白棋这一飞 又被黑棋很强硬的这么一靠 似乎上下黑棋都在同时 对白棋施以重压 那么面对这么一个情况 白棋有什么方式来 起到一个做活 或者说一个腾挪至孤的手段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白棋的表演 那首先这盘棋呢 是取材于2016年的 精力手机为假联赛 第18轮的一盘对局 黑棋是流星七段 白棋是周贺喜五段 在向大家这个介绍白棋实战下法之前呢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局部下 当黑棋靠主之后 白棋的一些常规的这个下法 让大家对这个局部有一定认识之后呢 更好的理解实战后来白棋的意图 首先面对这一靠 那么大家对于这种棋型 要养成一种警惕 黑棋现在靠下来 不是说白棋搬它是要退的 这个时候 黑棋靠上来的意思就是 要把你这个头强行的给压制住 那你胆敢搬上来 黑棋的下一手棋绝对是断上去 而不是长 如果说靠了长的话 这种棋通常是自己在 把自己走强的时候 去下的这种手段 因为这个下法一退之后 被白棋沾是有帮白棋走强的 这么一个嫌疑的 而在此时这个情况 黑棋靠上去 他的下一手棋毫无疑问 就是断上来 那么被黑棋一断的话 白棋现在 这边有这个黑子做接应 白棋不是很好处理 没有好的后续 如果退的话呢 从心情上来讲 白棋又觉得 不能够满意 虽然 这样白棋也可以跑出来 但是白棋觉得 始终被黑棋有这么一个 比方说黑棋如果身体比较好 他继续从这边飞弓过来 你跳的话他在飞压 还有可能把白棋给封住 如果黑棋下的比较婉转一点 他可以先从这边来动手 四肌瞄着 始终让白棋觉得 这块其实欠着一手棋的 这么一种感觉 那面对对方的这种挖一个 除了不能在上边搬 在现在这个情况不成立 还有一个下法呢 就是挖一个 如果现在白棋直接挖 可以骑他也不是吃在这儿的 如果吃在这儿的话 白棋肯定可以满意了 因为这边他下一步 再加一手是黑棋应手 如果黑棋挡住的话呢 白棋再赶紧这么一吃 黑棋接上 白棋就这么 回头 把这个二路一挡 这样他就可以做活了 在这个局部 有了这几手交换以后 白棋在死活上是无忧的 而且这几手棋 其实白棋也不损 他把黑棋 虽然在这儿撞得很厚 可是黑棋的这个紫的位置 未免显得就有点尴尬了 黑棋粘住也一样 白棋还是挡住 如果搬的话就把这儿挡住 只要能够确保这块棋做活 白棋就是在局部上的一个胜利 所以如果白棋现在直接挖的话呢 黑棋他会从这边打 这样黑棋 白棋长 然后黑棋再沾 白棋挡 黑棋就这么一爬 黑棋 如此一来 白棋的这两个子 基本上就可以宣告 不能救了 因为他现在自己 这一块鞋还自顾不暇 如果说沾的话 黑棋甚至是可以继续长 因为下一手 从这儿跳的话 这整块棋都不火 这两个子基本上就 不敢再动手了 虽然白棋的这个下法 在此时不成立 但不代表他的这个手段 就要被忽略 因此实战白棋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组合 次序下得非常的精彩 有了刚才我们对这个局部的介绍 那么我们再来看白棋实战的这个下法 搬一个 看上去这手棋更像是无中生有 面对的是黑棋 几乎是一个铜墙铁壁 他在这儿 属于是无视生非的这么一般 能够给 后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作为职业棋手来讲的话 他们非常的擅长在这种地方去 寻求头绪 这一般 粗一看不能理解白棋的意图 但是细细品味以后会发现 这是一部非常有味道的棋 首先黑棋 有实战后来的这个段的下法 还有一个呢就是虎 我们先说虎一个 如果虎一个的话 这个棋就被白棋便宜到了 他便宜的这个位置呢 就在由于打吃变成了先手 下一步白棋单挡 这个棋不要打吃掉 打吃的话就很俗 卖掉了这个味道 单挡一个 让黑棋很难受 因为这么一挡的话 黑棋如果粘在这 那以后白棋这一长的话 还是先手 不走就拐下来了 那如果说粘在这 这儿好像也不太像是 这么一个形状 这等于是自己 往自己的这个空里面去填 而且这个交换 能够被白棋先手挡到的话 他这块棋基本上 他的这个死活 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吃的话 无论你吃这个还是吃这个 白棋这一吃 把这个字打扒掉 那么这块棋就活得 非常的彻底了 他不用去在这边去考虑 其他的这个下法 这就是白棋搬一个的味道了 这样一来呢 黑棋觉得 既然我已经不能退让 那我就断上来 但是这一段呢 也恰恰是白棋所期望的 有了这两手棋交换 这个时候白棋在这一边 就多出了非常多的借用 然后他没在这儿 直接走齐 因为直接打吃的话 黑棋长 白棋这么一贴 黑棋就这么一长 这样可以顶过来 白棋不能直接冻粗 要再继续做点准备 这个时候 再回到我们最开始 介绍的这个手段 再一挖 使得这样的交换 在白棋袜的衬托下 这么一个局部 白棋顿时生动了起来 原因在于 此时黑棋如果还像刚才我们摆的反击 黑棋 那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白棋长 黑棋粘 白棋再挡住 黑棋还是爬过 这样呢 白棋这个粘它就变成了先手 而刚才在没有这两下交换的时候呢 白棋粘黑棋是长在这儿的 有了这两手棋交换以后 白棋粘住 如果你黑棋敢长 它下一步从这儿一打 把这个字吃掉不得了 那黑棋为了补助这个问题呢 这边再被白棋一长 下一手棋冲断跟争吃 白棋总能走到一个 那这个图 黑棋的反击就不成立了 所以这就是白棋当初断一个 其实就是 诱敌深入的一个下法 其实我们发现职业高手 他们有些时候下的一步好棋 是非常有味道的 他的好就在于 对方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 你的这步棋的意思 可是经过这个 思来想去之后 又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 我退让呢 心情上不愉快 被你便宜了 我反击呢 可是呢作战又是不利的 往往这个左右 都不是有很好的结果的时候 就能证明 对方的这手棋是一步好棋 所以实战白棋一挖一个的时候呢 黑棋只能吃在里边 白棋再这么一沾 这个时候黑棋 注意他还是不能在这走起 因为有了这两个子 白棋再这么一打 黑棋跑 白棋吃 这么一贴 刚才没有这两个白棋的时候 黑棋直接可以顶过了 现在 杀棋也不行 打吃就跑 黑棋只有三口棋 所以实战呢 这个时候黑棋还得 把这个尝出来 当然这个时候白棋其实也可以选择 从这里把这个子吃掉 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实战白棋挡住 也是一种选择 他问一问黑棋 如果说你补住 那么他就再回头来吃这个 等于在这个局部 其实白棋没有什么亏损 他还是先手挡到了这一下 虽然断一下可能 在上面这个木树有点损失 但是 这么上下一平衡 也就还好 最关键的是 白棋在这儿 几乎是连走了两手 实战黑棋想了想 觉得外面很大 把这个粘住 当然作为白棋来讲 也非常能够满意 就是因为他 马上从这一吃 黑棋一粘 白棋这么一打拔 有了这个打拔 白棋的下方呢 是活得是清清楚楚 黑棋再没有可能 再对白棋这块棋 寄予了 而这个打拔带着 非常大的一个木树价值 如果黑棋不走的话 这个局部我们看到 下一步白棋这么一断 黑棋吃的话 白棋再一跑 这个子就救不回来了 有意思的是 白棋在当初这个局部的 这一斑 充分的 使得这个子 在各个局部都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利用 无论是在左边的这个 袜沾当中 再到后来这一档 再到这个打拔之后 还带着这么一个先手的味道 所以我们看职业棋手的棋 他们虽然很多时候 用的是弃子 但是弃掉的那个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可以发挥他的这个余热 这一点呢非常重要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子校的作用 是非常的重要的 也为什么证明 职业高手他们下棋 其实每一步棋 在思考 在追求的 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子校提高 所以实战呢 白棋这个打拔 在这个局部呢 就算是告一段落 最后这盘棋 是白棋中盘获胜 我想白棋的获胜 与在下边 成功的定型的 这一系列的手段呢 是可以算是奠定了 这个最终胜局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 最关键呢 是白棋的这一班 是处于无中生有的一个状态之下 反而呢 是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头绪 以至于后来 诸如此类的这些 藤挪至孤的这种手段 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 所以这盘棋 在这个局部的 这个精彩的片段呢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 细细的品味和欣赏的 好的各位旗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